我喜欢吃它们这个面肺 软软的糯糯的挺香的 反正就是香 1991年我老妈买羊杂碎 我是2009年 我就随老妈学了一年多 就自己不羊杂碎自己卖 关面肺这个技术 把面水灌到肺子里面 你看现在看着不好看 灌到这个血丝丝里面全部灌成面 灌成虫白色的就好了 一边灌一边吹 这次就吃了就吃起来更香了 不然我灌不进去 来 再灌吧 一边灌一边吹 面糊糊蹬到这个毛细血管里面 你要是不吹的话 它会影响口感的 灌不后 要么就是念了 要么就是硬了 这个酒会出去的呀 我干习惯了 一天不灌两个 免费睡不着 干嘛 说出来就跟你逗一下 灌完以后把口扎住 放锅里面煮 半个小时就好了 出锅了 面融到肺子里面 融到一体了 精到 现在是煮羊杂 加水 开火 我们家卖的一碗羊杂水 就投入 有肚 肠 腥 肝 半个小时 锅就开了 开锅以后先把血沫打掉 把那个心里都拿掉了 羊杂刚下锅的腥味有点重 放我们这位帅哥给凶的凶倒了 就这位摄影师 摄影师 摄影师 我一挑补别的都说 你已经不让咋做的 放了生姜片 大料都是去腥味的 出来没有那个膳味更好吃 一锅也就够用一天 每天早晨都在煮 全部都熟了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凉凉就可以切了 来大满家肉 我喜欢吃他们这个面肺 软软的糯糯挺香的 羊肚吃起来特别顺畅 就是脆脆的 在香港记忆他家的辣子 特别好吃 这是羊油辣子 它是拿羊油炒出来的辣子 跟咱们平常吃的那种 它还不一样 反正就是香 这羊杂脆是必须要羊油辣子 没有羊油辣子不好吃 羊油锅放满 现在油已经热了 河里面下料 烤果 花椒 姜叶 干姜 总共二十多种调料 把它炸得黄黄的 我就把它捞出来了 把这个油泼到辣椒上面 油泼降下来以后 就放到明天凝固以后就可以用了 锅哥来了 前方洋油辣子 再盛羊汤 最后加入羊杂 撒上葱花香菜就好了 撒上葱花香菜就好了 小碗面肺好了 每次喝完酒 过来吃特别暖 我们本地人吃羊杂 必须把汤喝掉 汤鲜呀 我就为了这口羊杂汤来的 娘气疼 再见 再见 走了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咱们坐这个羊杂 开这个店还是挺辛苦的 辛苦 她也理解我的辛苦 我有时累了她也让我休息了 累的时候 亲阿爷一下阿爷就不累了 去洗髗子 不洗髮子 不洗髮子 你 orde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